新台灣新光大大 我剛剛在二樓的員工餐廳 遇到楊聰財醫師 他是我們國內一位 非常有名的精神醫師 夫人他跟我說 我先生前一陣子 很多病人都是為了金融風暴 演發性金融商品 這個躁鬱症的 憂鬱症的都來 失明症都來 然後最近又改了 都是選舉焦慮症 我就說患男選民比較多 他說對 沒錯 就是患男選民焦慮症 精神 精神官能症 失眠 躁鬱症 焦慮什麼都來了 幸好沒有人跳樓 愛惜生命 楊聰財醫師講得非常準 這是患男的選民焦慮症 我很快要請教建蘭 因為媒體有種說法說 劉援雄對李玉琳 何啟聖 對吳玉琛 黃珊等等 李建蘭對黃昭聖 包括很多無黨籍人士 事實上 基本上有些還是跟親民黨有所關 未必全是 但是吳俊麗 鄭永津 陳永生 跟親民黨還是有關係 只是不方便掛親民黨 其面對是有一種疑慮症 你們看 換人就輸去得利民進黨 既然坦白講你也聽到這種質疑 你怎麼回應 我想那個選舉 你不能說這個 誰什麼土地哪個黨 選舉就大家比嘛 選選與人嘛 大家來整個那個嘛 那我跟黃昭聖的話 那整個剛開始我講得很清楚 我現在沒有那麼早是進行的 那有很多東西 因為還有一個民進黨的 這個民進黨 他這個紙巾不好意思 我都已經用了好幾十包 用那麼早也給他宣傳一下 就還有一個民進黨的嘛 三個人爭嘛 對不對 那三個人爭 但每個地區不一樣 你的情緒有一個民進黨這個 民進黨是這個 我在高雄拿了好多他的這個 所以我應該替他打打廣告 不要老以為說我跟黃昭聖 你滿有風度的 還有一個民進黨的 林英龍 那我們三個我覺得說 三個一起競爭很好嘛 那黃昭聖如果最後他整個那個的話 整個那個的話 那我是可以說 在這個投票前五天做個民調嘛 做個民調如果 投票前五天 對 那黃昭聖怎麼願意呢 對 我們十天就不能夠做民調 十天不能做民調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那我 他經營幾十年突然為了 我已經讓他先跑二十年了 那沒有關係嘛 你總能讓我跑兩個月嘛 我十月二十五以後開始跑嘛 我跑兩個月嘛 跑兩個月以後 那就投票前三天 就前十三天嘛 大家做個民調嘛 做個民調我輸他 我就 我對不對 那如果說到時候 親民黨區域立委 他要有十個 那我不測嘛 那我不動嘛 公開宣布 宣布這個 如果他已經公開宣布 宣布這個 那他輸那他也公開宣布 對不起我猜一句話 李老大我是好意啦 你這樣講怎麼講 到時候都會違反選罷法 因為你就算選前 沒有在十天前 我實際應該做民調 那我輸了你就整個就不選了 你也違反選罷法 沒有 我不能說我選而不盡嘛 一樣 你整個變成就是說 你事前先講好了 我到那個時候就選而不盡 這樣都違反選罷法 所以這個動作 講是可以講得強 但是我要 那就讓選民自動知道這個 你心傳心嘛 對不對 報紙公布一下 大家選民自動那個嘛 好 既然因為 現在昭順不在 但我從益生觀點 如果吳益生我問你說 你選前二十天吧 何其勝找你做民調 輸的退你願意做嗎 你願意嗎 第一個 在我們國家法律上 不允許這樣的動作 因為一旦登記 就變成法定的候選人 你任何的動作說 我退或我進 就變成手贏抗 這個馬上就違法 就是依選罷法裡面 馬上會起訴求刑 而且這 違法就不要講了 所以我 我不會建立用這個方式 不管在哪一個選區 我都覺得都不要 所以我覺得說 一旦如果登記參選了 大家各憑本事 就是努力了 我們也只能將心比心 所以我才會講說 泛藍的分裂 在國慶都有人登記 在所難免 可是最後選民會被迫 會去做棄保 到時候他們會選擇說 那我不能總是 圖立民進黨啊 我怎麼 我如果說 又投黎建南 又投黃昭順 不可能 那我只有一票 我一票 我們家裡兩票 一票投黃昭順 一票投李建南 那可能造成 民進黨那個姓林的 多了兩票出來 那何苦來哉 所謂何來 值不值得應不應該 必不必要好不好 對國家好不好 我覺得選民會做檢討 所以到這個地方 我只能講到這裡 但是我覺得不願意講說 國民黨就一定會呼籲大家 棄國保卿 棄親保國或棄國保卿 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必要講 律師 你在我節目講很多次說 如果宋三選 就要棄保牌領 你不講立委 你總統自己都講了 你自己講了 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說南部有無建保 北部有無棄保 北部有無棄保 你也記得 對啊我也會講 而且當時我有講論說 我說這個棄保的發聲 不在國民黨操控 或親民黨操控 一定是選民自然發動啊 那你先問選民 到時候他可能棄保誰的機率 比較高 對啊對啊我沒有亂講話 如果說棄李保皇 或棄皇保黎會發生嗎 在你選舉 那選民自己感覺 我們到最後大家這個 他選民從很多資訊去 但是我覺得很多選民自己會 我覺得這個選舉就是這樣 即使說這次讓國民黨有點受傷 也讓國民黨做一個教訓 以後如何鞏固內部團結 不要最後一個強勢欺壓弱勢 這個對國民黨長久來講 也會是個好事了 國民黨團結 不是我不太懂 國民黨裡面有親民黨 我說藍營嘛 整個對方藍營 應該講藍營 那我是希望這次的 也讓其他那些所謂的黨 除了國民黨以外的黨 也得到一個教訓 所以忠義大哥 我只簡單補充一句 就你鋼板上唸了很多人 在地方上有實力 同時也有案子 有案子有好幾位 那我希望 包括我們汪汪忠實 還有友台 趕快去做民調 只要他們開始 就是說宣布 這些民調一定要做一個 交叉分析很簡單 這個第三個出來的候選人 他是拿到藍的票比較多 還是綠的票比較多 我覺得綜合做一下 拜託不要只做陳志忠好嗎 這些親民黨聽民師哥 包括李建蘭在那裡 已經講很久 他們已經宣布很久了 你做一下民調 應該做一下嘛 我覺得會有人提出 非常好聽說 針對每個選區做細節 這非常好 這對選民做參考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不管有 某個選區有幾組人馬 候選人全保持瘋換 最重要的是 最後相信人民的集體意志的展現 這是我們台灣最尊貴的資產 風範跟尊重結果 下一段我們來談 雙英已經打到美國去 又外銷回來台灣 談雙英各自在美國的 代理人戰爭 不對稱戰爭 馬上回來 好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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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